好,那目前為止各位有看到這邊的Dashboard 好,不曉得有沒有成功 然後資料的部分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接下來補最後一段 最後應該說一些東西啦 這個東西要什麼呢? 我們怎麼樣去啟動我們的程式 把那個LOLA的資料捏到資料庫 然後因為這個Dashboard的部分 它會定舍去資料庫抓 所以各位就看到新的資料它就會更新囉 好,那我們先回到哪裡呢? 我們先回到這個Giphard這邊的這個搜索庫 其實那個排送的部分放在哪裡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上面這邊有個叫做LOLA Gateway.sh的部分 你稍微看一下下 sh的這個檔案 我稍微打開一下 好,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再開另外一個特秒 來比對一下 首先呢這個層次我等一下我們要放在根目錄 好,所以根目錄起來的時候呢 它會把那個Apache的部分把它做個重新啟動 然後買Database做重新啟動的動作 那看你要不要做這個動作 那因為別的系統也需要啦 但是以那個LOS Paypal來講 這兩個動作可以不用啦 所以我們暫時先把這兩個動作先不用 但是呢,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做個自動啟動的動作 所以我們請它稍微休息個10秒鐘才去執行這個動作 不然它可能太快了 好,那我先偷懶一下 先做個應用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修長一點 好,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請它工作路徑把它移動到那個 這一個路徑 好,然後去執行下面的這個指令 那我們稍微比對一下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工作路徑 那這個工作路徑 因為我們剛剛原本放的是放在哪裡? 桌面上的LOLA的這個路徑 所以我們去找一下這個LOLA的路徑放在哪邊 好,LOLA Gateway 好,那就是LOLA Gateway 然後裡面的排送的這個程式 裡面的這個 好,那請大家把它複製長一點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網址整個Copy下來 欸,拋掉了 再一次 再來喔 Copy 好,所以呢我們把這個網址 稍微請它移動一下下 在這裡 來 11 把整個貼上去 所以等一下就會請它移動到這個路徑底下 好,那移動到這個路徑底下呢 然後透過排送的指令去執行一下這個01的這個檔案 好,那我們去再確認一下這個檔案有沒有被改過 所以我們就可能裡面幫它把它複製 Copy 然後就是要 把這個路徑稍微的確認一下 然後到時候 跑錯個檔案了 那就白忙很長了 好,那我們 我們 各位看到哈 這個share script的部分 就是移動到那個路徑 然後做一下這些事情 然後玩之後 按Ctrl-O S 然後Ctrl-S 離開哈 那我們怎麼去測試呢 因為我等一下會把這個程式的部分 會把它放到哪裡呢 就是DDSH 因為 為了等一下方便去執行跟 我們先測試一下剛剛的那個 主程式的部分 好吧 然後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那個 啟動的時候 叫它 啟動的時候怎麼讓它執行 好 這一個路徑呢 我們先測一下 好吧 先測一下各位的硬體設備 是不是可以一切的正確 那正確完之後再來看 來 先來執行 那怎麼執行呢 在這個路徑裡面有個叫做 AP01的 ReadHTTP 就是LowLog gateway 然後 To Read到HTTP GET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它就會把它所有的資料全部讀進來 那讀完之後呢 把它給丟出去 那在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叫做Mosquito 那放好 那我們裝一下Mosquito的部分再繼續 我們先這樣好了 請各位先把它執行起來 然後如果看到這個資料呢 就代表你已經有讀到 如果你看到這個資料跟這個資料的話 就代表說你已經有讀到資料了 然後各位呢 Mosquito那放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下段影片來跟各位提到 好 那各位 如果你把它指動起來之後呢 你怎麼看得到呢 其實我們在這邊 你稍微等一下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8點36分 然後我們稍微等一下 36分算 07 12 然後再等一下 17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是每隔5秒的時候 才會去更新一下資料控 那當然覺得這個時間有點過慢的話呢 欸這裡有收拾空 你可以使用時間加快一點 其實它跑得非常的快 只是因為 不想讓各位的網頁 一直都在更新畫面 就會在這邊 所以請各位呢 先把剛剛那個程式 先啟動一下 然後確保一下 這個資料庫的資料 事實上是有在更新 那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更新一下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Database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Database OT Table這邊 你畫面如果稍微更新一下 現在你會發現這個資料 稍微也會更新它 但是它這裡的話 欸不聰明啦 它這邊的資料 你可能還必須要手動的部分 稍微重新更新一下 比如說你才會看到 它資料是有更新的 Dashboard的部分就比較快喔 那這邊的資料 因為程式的關係 它永遠都持續的 所謂的那個 那個 50筆資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它是先後順序反的 我們看一下 反正這邊是719990 那我們後面更新一下 看最後 更新完之後 這個資料 來 起 然後就變成80092 所以它一直在更新 好 請各位先測試一下 看你的這邊資料有沒有 好 那如果有的話呢 看看這邊的Database 跟這個資料 我們更新 那我們這段影片 先到這邊 到段落 下一段再繼續 拜拜